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沒有聽過有人被形容為大小孩或孩子氣 其實這些描述也未必一定是負面的 可能有時是正面的 或是一個十幾二十歲的青年人 很活潑 像十元仔一樣 所以人家就叫他大小孩或孩子氣 但我希望你想想 這個大小孩如果再過十年 二十年 到二十幾三十歲 三十幾四十歲 甚至五十幾六十歲 六十幾七十歲的時候 仍然都是大小孩 仍然都是孩子氣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當然在武俠小說當中都有這樣的一個角色 記不記得 老頑童周伯通 但在現實生活裡 我們必須要承認就是 我們一定要成熟 我們一定要成長 這個其實也是加拉太書第四章 保羅勸勉加拉太的信徒 加拉太書第四章是承接著 加拉太書第三章 保羅說到 我們每個人都是因為信基督耶穌的緣故 成為了神的兒女 無論你是猶太人 希利利人 即是希臘人 或者是自主的 遺奴的 是男的 是女的 在基督裡都成為人 既然屬服基督的話 都成為了阿巴拉罕的兒女 而照著這個應許來承受產業 在加拉太書第四章 保羅就承接著這個論點就說 是啊 我們是承受產業 但如果你仍是十元的時候 你仍然是受制於管家和師父的底下 其實和勞勃沒有什麼分別 直到做爸爸的話 時候到了 你就真正的得到你要得到的福分 保羅就說 其實在屬靈上面都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暫時好像十元仔一樣 以前我們是受制於師父 我們甚至不認識神 去拜一些假神 偶像 直到時候到了 神就猜獻祂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為女子所生 並且生在律法之下 要救贖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 接著保羅就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去勸勉加拉太的信徒 就說你們要成熟 要成長 要脫去過去 要明白恩信清義 而不是靠律法清義這個真理 第一 保羅從理性方面去著手 他就說 你們以前是不認識神的 以至到你們是偶像假神的勞卜 但是既然現在已經認識了神 神又認識你們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回到以前那個懦弱無用的小學裡 去隨從這些規條這些律法去守住日子 守著月份 守著節期 守著年份 而第二 保羅就從關係上面 從情感方面來說 他說 我不是像這些假師傅 假仙芝那樣 他們是另有目的 所以他們討好親近你們 但是記不記得 我第一次來到你們當中傳福音的時候 我是病了 但是你們沒有嫌棄我 你們仍然接納我 並且接待我 好像接待神的使者 好像接待耶穌基督一樣 而我相信 在那個時候 保羅可能患了眼疾 所以保羅就說 我深信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甚至願意將自己的眼睛挖出來 給我 你們都是甘心 但是現在 當我說到這些真理的時候 去勸勉你們脫離律法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竟然成為了我的仇敵呢 接著保羅就從第三個角度 用聖經做了一個例子 他就說 記不記得 阿巴拉罕的妻子 一個是按住英許的薩拉 一個是按住血氣的夏甲 是奴皮來的 而薩拉就好比新藥 而這個奴皮夏甲就好比舊藥 好比律法 記不記得這個故事嗎 他說 夏甲和夏甲所生的都要被趕出去 同樣今天 舊藥裡面一些規條 去到新藥的時候 已經再不適合了 我們應該秉氣的 我們應該是依靠著恩信清義這個真理 不是固守著小孩子那個的律法 今天 同樣在你屬靈生命裡面 你都需要成熟 需要成長 需要脫離這個孩子氣和大孩子這些的描述 到底在你生命當中 有哪幾方面是需要成熟的 是需要成長的呢 可能是你要脫離生命當中 一些的懷習慣 可能是要改變已經顛倒了的優先次序 或者是要很坦蕩蕩地告訴神 自己生命當中一些的幽暗點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讓我們能夠跟神說 神啊 幫助我 幫助我成長 幫助我成熟 幫助我離開以前世上的小學 以致我能夠成為一個成熟 討你喜悅的基督徒 你待會兒